陶乐士大祭司 阿达玛 冥想 运用基督意识的能量 亲爱的人们 你们好 今天 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与你们交流 我们从陶乐士之心 向你们送上我们最大的爱 亲爱的 节日期间的能量 不仅仅是互相赠送礼物而已 十二月持有放大了的基督意识 在这里 基督意识的基督二字 与宗教信仰无关 因为耶稣基督是这种能量最深刻的化身 所以 以他的名字为这种能量命名 耶稣持有大量的这种能量 在他最后的一生中 以及其后的岁月里 耶稣把这种能量导向地球和众生 基督意识是神 源头 中央大日的纯粹能量 冥想练习 把这种能量 想象成金色的光 像太阳一样向外发出光芒 想象中央大日之光 或神之光 照耀着你 感受神的温暖和爱充满你的整个身体 你的灰光场和世界 花些时间去接受它 感受它 基督意识是神赐予一切生命的能量 和神的全圣之爱的能量 你越允许它在你体内流动 它在你体内就变得越强大 最终 你将创造这一种势能 所有的阳生大师 天使群体 宇宙团体和讨论是将能够更好地协助你完成神圣计划 完成阳生大师之路 实修方法 首先 要允许基督意识充满你 然后 为你自己和世界 陈述你的积极意图 获你的法令 引入紫罗兰圣火 来完全覆盖你的存在 然后 让紫罗兰圣火遍及世界 以烧毁一切不属于神圣完美的东西 人类已经扭曲了神之爱的能量足够久了 现在是时候让人类回到原处 用神圣之光和神之爱来使你们的星球消除黑暗 充满光明 召唤大量的这种光与爱 是你们在地球上存在的原因之一 你只需要每天花几分钟来冥想 就像我们在上文描述的那样 现在是进一步实现你的神圣目标的最佳时机 因为基督意识能量在十二月处于较高水平 当然 基督意识的能量在十二月之后也不会就消失了 这只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我们在光明中拥护你们的胜利 欢迎回家 我们发送给你们所有人无尽的爱 你被天使的双翼所承载 去创造新地球 你在心里要知道 你总是被你的天使 扬声大师 灵性向导 光之银河家族包围着 是的 也被你在陶乐市的家人和朋友包围着 永远都是如此 亲爱的 我们在这段旅程中与你们同行 你们永远被不可估量地爱着 我是你的兄弟 陶乐市的阿达玛 永远是否双翼所承转业 还是否双翼所承转业 我一直是还有一个厚越的小孩 我只是想看